就是上帝大方天皇问观音菩萨 我观音菩萨念大悲咒这么好 但是观音菩萨比较说 念大悲咒要存大悲心 那什么是大悲心呢 念一下观音死心 也就是观音菩萨具足这十种心 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任何修行就像开飞机一样 什么东西都要检查好 然后再动这样比较好 一开始呢不求快 慢慢来 这一点我们要学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就随便随便念 当然也有福报了 但是如果你要很专注的话 那观音菩萨说 念一下大慈悲心是平等心 那各位既然要求大悲心 一定要先学平等 一切平等 话也好 术也好 好人坏人 天神魔鬼 对你来讲 万法平等 平等心是佛的心 所以当你念大悲咒 不要光念给你儿子 你儿子在生病 那你在念的时候 是透过你儿子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那既然小朋友 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得到观音菩萨的价值 要有这个平等心 当然我们平常不容易平等 但是各位 至少你在修行的时候 练习这个平等心 慢慢这个平等心 久了就习惯了 我们现在就是不平等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我要坐在位置上 不要下台 我们有分别心 所以念一下 诸法空性 万法平等 无有分别 那佛法就希望我们 时时刻刻练习 一天念半个钟头 十分钟的平等心 去对待一切 这样练习 第二个来 大慈悲心 是无为心 什么叫有为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世间上你看到了 一切一切一切 都叫有为法 它都是会变化的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那什么叫无为法 无为法就是 有为的本体叫无为法 所以无为法讲的 就是寂静的意思 不要分别 因为虽然它是男人 它是女人 这个是鬼 这个是神 大家喜欢神 不喜欢鬼 但是各位 神就是鬼 鬼就是神 你要把内心 接受它 因为它的本体呢 都是平等的 无差别的 这个叫大慈悲心 第三个 大慈悲心 是无染灼心 染灼就是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特别我喜欢这个 所以财色 民事税 都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 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生起这个 无染灼心 各位要练习 你喜欢吃甜的 偏偏给你吃咸的 OK 你要开始修行 在那一刻 生起无染灼心 因为染灼会让你放不下 第四个 大慈悲心 是空观心 观代表智慧 虽然它是花 它是八七祥 这个是灯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佛像 但是各位 你要用智慧去了解 请问 佛像是不是等于桌子 因为它本体都是一样 空无自信的 平等的 念一下 无自信空 万法都是这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练习 要练习 我们现在就是有分别像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所以没有办法 进入空性 但是各位要开始 练习 看什么东西 虽然什么东西 都有它的名字 但是 你要练习 慢慢地了解 虽然它是木材 它是电灯 它是 这些仪器 但事实上 它的本来面目 都是如幻如画 无自信的 你要练习 这样你才能够 把大慈悲心 练习好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恭敬心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拜佛 我们看到父母长辈都要先问讯 学佛就是学最高的 念一下 尊重对方 尊重万事万物 一只蚂蚁 一只蟑螂 一朵花 一个垃圾 都有它存在的必要 所以 有没有拿到这一本 如果拿到请翻到 大悲咒后面这一页 它没有写第几页 它有写的 十种心 回去把它背一背 好不好 背一背 学佛看谁背得多 谁就占便宜 谁就占便宜 你很容易保持正念 所以 大慈悲心 是恭敬心 各位要念习 拜佛 尊敬别人 你对一个可怜的乞丐 你要尊敬他 所以 任何一个人 你都要尊敬 像我今天入官 那个官员奇怪 别人都不问 就问我 问老半天 然后不让我过 问我几天 我说两天 嫁来去哪里 雅加达 雅加达 干嘛 你在做什么 一直问 问到后来 机票 没机票 他要我出境的机票 但是我都保持非常礼貌 这个叫宵业账 结果一出来 我说 如果我请职员 我要请他 因为他最负责任 其他 管理人是谁 但是他 对我 他照规矩 本来就是标准的规矩 要问好 问好 你的出境机票 这样是对的 所以我都 很谢谢对方 走的时候 很谢谢 他也跟我说 很谢谢 彼此尊重 因为他是 完成他该做的 所以 但是不要 不耐烦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人人都如此 国家便富强 然后 你要去尊敬对方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悲下心 你高我低 学佛最怕有一个 傲慢 自我优越感 我比你好 我比你聪明 那这样你就会 看不起对方 看不起对方 就不能有 慈悲心 所以佛教为我们 叫我们天天拜佛 把这个最宝贵的头 放在地上 这样 像我们刚出家 每天就扫厕所 洗碗 清水沟 铺床铺 什么都干 天天要干 干一两年 因为就在学习 既然那么会拜佛 你要尊敬别人 好人坏人都服务 不管了 反正 人都可以成佛 他现在坏 以后也会好 但是各位要开始 觉得 你比对方还低 好不好 尊敬对方 把所有众生世界 顶在你头上 我是众生的仆人 众生是我的父母 这就是佛教的教育 所以大慈悲心 是一种悲下心 是一种恭敬心 是一种无为心 是一种观空心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杂乱心 我们叫禅定 要专注 所以为什么念咒的时候 那么狠 那么多 也那么多 也要学习很认真 像各位在念佛的时候 像我一合掌 我喜欢眼睛闭起来 观想 佛放光 那么不动如来 蓝色蓝光 蓝光明 众生皆得度 要练习 练习是个无杂乱心 不散乱的意思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见取心 这个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贱 贱就是邪贱 明明有因果 但这个人 他不相信 没有 那是你说的 而且别人跟你讲 你还没有 不要跟我讲那个 取就是 我执着我的邪贱 我的看法 这个叫贱取心 知识分子最容易这样 这个贱 讲的是邪贱 你说有极乐事件 拿给我看 这个很难 有因果 在哪里 这个贱 而且错误 他还认为 这个是对 那就没办法 所以 我们要修 大慈悲心的人 不能有宗教的分别 天主教 基督教 各种宗教 他们将来 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 做了一个菩萨 先带他们去天上 那将来呢 再让他们发菩提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对任何宗教 没有对立 千万不要说 我对你错 所以 无见取心是 无论如何 众生都可成佛 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众生都是我们 修行的助缘 所以 对一切境界 都当作是佛的加持 没有分别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上菩提心 所以你要成佛 没有用慈悲做根本 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 有了慈悲心 才有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呢 是当之 如是等心 刚刚讲的这 观音十种心呢 就是 陀罗尼的相貌 所谓相貌 就是戒律 我们明天 首八万再戒 八条戒 是形象 是相貌 虽然我们有一个 相信大悲众的心 但是我们要显现 这个相貌 这个相貌就 念下来 相由心生 你这个人看起来 很平等 你这个人看起来 很谦卑 你这个人看起来 很尊敬别人 你这个人看起来 为众生在服务 等等 那我想各位 这个必须要开始 熏修 熏修是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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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们问我们 为什么要出家 我为你出家 我们要来奉献 付出 不希望得到 甚至来说 你的痛苦给我 我要把快乐给你 你要开始反 开始改变自己 但是各位 这个理论你都觉得 有力吗 有力 但是你要开始做 今天晚上在路边 买个花 买个宵夜 给老婆吃 好不好 他觉得你怪怪 没有 海盗法师说的 替我搭道广告 以后来听佛法 我有机会 你要开始 开始改变 对对方好 因为我们学佛了 所以 这一段我们大家念一遍 好不好 能够把它背下来 你就抓到了慈悲心 怎么做 来 观音 观是因菩萨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无为心 是无染灼心 是空观心 是恭敬心 是悲下心 是无杂乱心 是无见取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那各位最好把它贴在你的办公桌 因为修学佛法 是当你面对外面这纷纷扰扰的世界 你一定会失去正念 想要骂他 不理他 讨厌他 或是执着他 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念回来 但是没有这些外在的境界 你不会保持正念 那久了 就习惯了 我觉得就像我们年轻打高呼 就是朝那个洞 终于哭 进去了 但是要练习很久了 所以弹钢琴要练习很久了 但是如果你不练习 它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调伏内心 请翻到 翻过来 翻过来这个彩色的 我就讲一两页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念 那么很大大多呢 爷爷 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前了 这个叫出向 所以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就有84出向 出现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念得很慢 比如说朝着这个夜 那么很 看到观音菩萨 然后旁边有写字 这个观音菩萨 现前 我们也不用怕 很专心 也不要念得太大声 就是要显现观音菩萨的形象 透过这个咒 我们的心里军准备好了 在念这个咒的时候 观音菩萨现前 所以祖师大德念大悲咒 要练习闭关两三年 他不是像我们那么大大 反而会背就好了 他是慢慢慢慢慢慢 到后来他念一个大悲咒的时候 这些佛菩萨的向现前 而且佛菩萨产生 他各自的功德去利益众生 这是很伟大的修行 所以现在人比较不这么修 所以各位下回你 我们来办一个 49天大悲咒闭关 好不好 那我们来办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来办一个 我们来办一个